打了圣仗却要割地求和 赵国再次栽了跟头 连赵胜都赔了进去 秦国为祖赵国亲力来法 便鼓动燕国出兵伐赵 燕相立副帅五十万燕军成兵赵地 结果被连颇打得大败 堂堂燕相也被连颇擒杀 此时的赵王高兴得就像吃了屁 然而就在这时 又一个四人来报 代帝大劫 岳胜将军击退二十万燕军 并俘虏主将秦秦 这应该是赵孝成王在位期间 为数不多的大声 他立即派人前往咸阳 把这消息送给赵胜 令他不得再与秦国和谈 立刻赶回邯郸 咸阳城内 一人和吕不韦被营柱召了来 燕国大败的消息 已经被蒙奥派出的密探带回 两人脑子里顿时闪出一个同样的想法 此消息绝不可让赵胜知道 子楚这就去通知紧闭城门 以防外面的消息传进来 不过却被华阳叫了主 消息应该封禁 但做就要做得缜密 他传来郎中令 即刻将这寝宫之内 所有的四人 侍女全部关押起来 为得我的命令 不许释放 也不许他们与任何人接触 再命咸阳令严守城门 非秦国口音者一律不准入内 另外告知赵胜 燕国求大秦同时对赵国用兵 而大秦是否答应 就看赵胜的决定了 华阳这手段 怕是不属于他的祖奶米月 雷厉风行不排缜密 就连老吕都不得不对他心生敬佩 两人立刻找到赵胜 赵胜若不应允阁六成与秦 秦国就要出兵灭赵 可赵胜不是个憨憨 区区几句话就想要六成 简直痴人说梦 紫楚丝毫不慌 让他随意 昨天蒙二还说你千万别答应 那样大秦瑞士便可以出征建功进军了 这句话无疑又把赵胜给吓住了 次日秦国大潮 秦赵两国正式签订赵哥六成与秦 两国互不侵扰的平等盟约 赵胜真的冤枉 他在咸阳天天等着战事消息 可又有谁把赵国战胜的消息传给他了 他身为宗卿一身为国 若是拿了秦国的好处 他有何颜面去见赵国先祖 你死不死的寡人不管 寡人今日告知你 此等辱国的盟约寡人不认 不仅如此 他今天还要罢了赵胜的想 调连颇回邯郸接任相国之位 他要历经图治 使赵人再也不受秦贼的欺辱 赵胜的老心脏已经承受不住了 就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 随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 去见了赵氏的先祖 公元前251年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去世 享年57岁 赵伯的毁约把盈柱气得不轻 问紫楚此时该置之不理 还是立刻出兵法照 紫楚性子沉稳 建议还是等盈柱正式祭了位再行定夺 公元前250年 53岁的秦孝文王盈柱继位 但老天却给他开了一个超级玩笑 只给了他三天的秦王体验卡 便结束了他的生命